是 球權還是至少把握住了 好來到進區 胡榕帽第二次的犯規 這是利用切入的時候 專門攻擊他的 派賽 讓榕帽產生 犯規的麻煩相對來講 這就對 最擅長的空手走位製造出的空檔 打開一個假動作 往進區小拋頭得分 Tucker 慢慢磨 找到了機會 VP已經失去了進攻的位置 凱神隊在進攻上面 就是稍微顯得單調了一些 Tucker 一個翻身後揚的跳投 太無情了 烏龍帽 在進攻端的主軸 現在 找不到方向 海神 沒有錯 這邊艾倫又來了 Tucker 給到裡面 桑尼 這邊 後面只剩下無依賓了 我們會守住的 好 剩下的最後五秒鐘不到的時間 要給Tucker老師 Tucker 打板三番球 哇 發射比特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一個三番球 Tucker老師 看一下這球到底進算不算 應該進算了 好 謝謝老師 還會有兩個人守他一個 對 所以他需要他同邊的 就像Tucker 但這時候Tucker老師的三番球出手 造成了犯規 太機器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後誰飛出來 是誰 亞綠三大 打到了Tucker 哇 又是自己創造出的控制 好 Tucker老師 第一分領先了 尼奧 這個也算是菲律賓國寶級人物了 但是Tucker老師 哇 這個是把海神的氣勢 給壓在地上了 桑尼犧牲了自己 在下半場 讓太陽高高掛在天空上 汪總都笑了 三分 兩分 再來一個stand bag Tucker老師 什麼叫上課 這場固設子兩端 他的速度都非常快 開出了一條紅地毯 Tucker老師 哇 一個變換的速度 用身體的優勢 好 這邊Tucker老師 轉手圍桌 哇 防守就是一個 要贏球的很重要的關鍵 對 非常重要的關鍵 哇 這一個是非常漂亮 我們叫做 往旁邊運的side step back 所以遇到進去煞車 想給一半球 失敗 他給了太陽 這一撮機會 超大號三分球 哇 超大號三分球 超大號三分球 這裡能說什麼呢 聽老師 上課就對了 79比77 帶著兩分領先 要來到第四節 我們休息一下 今天Tucker老師三分球 七頭中四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個 非常不可思議的三分球 出手命中 今天打到先巴 已經拿下了27分的分數 抱歉 是八頭中五的三分球 在第三節啊 可以說是幫助了太陽 可以有著領先優勢 來到第四節 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在第三節 我們看到尼奧的發揮 加上艾倫其實坐鎮禁區 其實也幫助到了球隊 第四節 Tucker又來了 這邊打到進去裡面 沒有問題 剛剛所預料到的 下半場的關鍵人物 就是Tucker老師 Tucker轉過來轉過去 最後三分球 自己來出手 4-3 Tucker 再給尼奧 三分球 進 看一下Tucker拿球 就是 這邊吹了庫薩斯的犯規 也是要送Tucker上到罰球線 考驗了Tucker老師的罰球 也非常穩定 最後關鍵更需要他 到現在兩把都 rotes 先了解 1-3 10-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